今天上午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据台媒报道 多位民进党民意代表日前鼓动各党团共同支持台立法机构 通过所谓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设台湾决议文 让台湾有权利加入国际组织 对此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发布会上表示 这个所谓决议文完全站不住脚 完全是为谋求台独服务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 是联合国在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前提下 把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代表权和席位 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历史事实清楚 法理依据清晰 民进党企图推动所谓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设台湾决议文 是刻意扭曲事实 肆意践踏国际法 公然挑战国际秩序和规则 这充分暴露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的本质 没有任何改变 充分暴露其只顾谋取政治私利 完全不顾岛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利益福祉 充分暴露其甘当美西方反华势力棋子 不惜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恶用心 越来越多台湾民众会擦亮眼睛 看清楚民进党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